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紹上環日宜必知酒店 705元包含海景房,有早餐、晚餐和房內迷你巴 還要住足24小時 今天來到Averser上環店的Lobby 我是5時多人入住,所以沒有太多人 在5樓有水機,可以拿瓶來針水 這間酒店蠻著重環保 然後給了26樓,算高層,用橙色為主 所以進去都蠻舒服的房間 樓底較高,可以看到漂亮的海景 然後看看廁所 剛剛站到一個人,是很小的 樓梨沫浴露 但進來都蠻舒服的 盡量抽空間 這裡有一個小桌子 有一個Sony的電視 樓底較高,他說有3米 所以就OK 然後做完的位置 起碼還有一張沙發,有水 熱水壺 這樣 七百多元包兩餐,還有一個漂亮的海景 看不住尖東 這個景真的不錯 而且進來不會覺得很焗促 嘩,還要有一個迷你雪櫃 這個衣櫃 有一個Locker 嘩,超迷你雪櫃 都可以買些東西放進去 不錯,這間酒店蠻有趣的 現在七百多元抵住 上到房間 職員會用膠袋 裝了四罐飲品 和三包薯片 迷你巴裡面的東西 就會一個膠袋裝了給你 但你拿了些東西之後 就會收回膠袋 所以很環保 我住那天 剛才18號 電車是免費乘車日 去了堅尼地的一間餐廳 就是Happy Hour 喝了一杯東西 也挺舒服的 這間餐廳 就叫了一杯Majito 和一杯Margarita 都是55元一杯 加上一也是120元賣單 喝完之後 又可以下街 然後就乘坐電車 回酒店 回到已經開始看到夜景了 所以回到去 看到這麼美的夜景 還好猶豫 究竟是去餐廳吃 還是外賣就一定吃 現在是8點 然後就在房間裡 在房間裡 EBC的房間裡 看不到這個景 就是在看幻彩會香港 這邊就是 教仔仔看看全景 看完全景 再看回應該最漂亮的位置 在這邊 這邊就沒什麼看 阻礙我們前面這一棟 原來它也會變色 最漂亮的位置就是這裡 放大一點看看 放大一點看看 幻彩榮香膏 最後就是把晚餐外賣 然後到房間裡 看著美景慢慢吃 有三道菜 有湯 有牛扒 有牛扒 然後有杯飲品 吃飽了之後 就走出去遊電車河 這一程就是由上環 搭去跑馬的一程 原來這些電車的車身 都可以游到很漂亮 那大家一齊跟我游一陣電車河 先看看這個夜景 原來電車河 就回到酒店樓下了 就要見到這一間 一間公園 的Copy Shop 上房間之後 又是自製浪漫的時間 就做了一個自製獅子拼盤 喝著紅酒 來欣賞這個這麼漂亮的夜景 早上因為蓮香留在樓下 所以走下去就可以喝茶了 很難得找到一間這麼懷舊的酒樓 看看一小時兩間 其實7點到8點已經很多人在這裡了 古色古香的茶樓 KMOOC 就有一個Package 就有一百元 就是包兩位茶 加四個點心 點心就吃得出是茶樓自己仔 蝦餃一口 才蝦打爛 皮就夠煙韌 燒賣就吃得有冬菇 豬肉 而最好吃的 我也是覺得蓮包 有半個蛋黃 也很大 喝完茶之後 就去了中山公園 游水 原來這裏是不耐力士 很舒服 來到這裡五樓的餐廳 有一個早餐 可以去到十二點多 我們這餐就做午餐 那邊下雨 現在是房間裡看到的景色 降下雨 下雨後 又是出洞的時候 就去了海尾街 再經過中山公園 就沿著海旁 走去鵑山洞公園 來到這裏就是中山公園 這個是游泳池 因為這間酒店沒有游泳 所以來到這裏游泳 吃完午餐後 現在走到鑽山洞公園 沿著這個海浦橋 景色很美又舒服 而且這個公園是可以帶狗的 即是某部份 因為看到很多狗在玩 而且現在發現 這個新的童話很有立體感 來到這個鑽山洞公園 其實有很多打卡位 很多人在拍照 都拍出來是很美的 剛好雨過天城 那天又是很美的 沿著這個海房走 向京尼地方向 就會見到有幾個碼頭 而碼頭那裏有很多兒童遊樂設施 有很多小朋友在這裏玩 跟著也都見到 碼頭有很多人在這裏釣魚 沿途也是有拖曆的 走完海房之後 就走出大街 沿著京尼地這邊 就去回酒店方向 在這裏可以參觀一下 不同的海味店 回到酒店之後 就洗個澡 喝杯飲料 那就五點鐘 check out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 及訂閱 拜拜